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莎莎 谢谢 每天两小时的课真的是好死人了 虽然说这个月19号会赴正常的上课 但是全日班也只是上半天 学校发了一张通知 如果你要是在学校上全日子的话 那么就要签一份免责的声明书 就是说你在学校吃饭 有一些风险在学校睡觉 你就要签一份学校免责任的 一些说明就是说怕感染上 因为这个疫情很多家长 也是没有说把孩子放学校吃饭 或者睡觉也为大家也怕 所以学校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也想把那个风险给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家长的话 要是放孩子全日班的话 也是需要签那一份声明 我们对家长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国家的口罩已经堆到没地方放了 然后这两盒都是学校派的 我就不用钱的送给家长的 希望我们都能做好一些抗议的措施 你又想重新写 你又想重新写 但你下面可以写 你下面可以写 但我想尝试 好了这期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 我要去做饭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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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